在中国大陆地区想直接通过AppTV观看 网飞、油管、HPU等流媒体平台 最大的障碍就是要解决网络问题 因为AppTV无法像我们的手机电脑那样 通过安装一些代理软件直接实现科学上网 所以一般会借助路由的方式来实现 如果你对什么软路由、旁路由、SSR这些概念不是很懂 或者你看了很多教程也还是不明白 不用担心 今天分享一个更简单、一学就会的方法 只要你有一台安装了代理软件 可以正常科学上网的Mac或者是Windows的PC电脑 就可以很简单的通过共享代理连接的方式 实现让你的AppTV科学上网 下面我主要以在Mac上设置为例 这部相应正在看视频的你已经实现了 那么我就快速的说一下 首先在你的Mac上安装代理软件 比如这个或者这个 下面我会以这个可爱的小猫咪为例 因为这款软件是免费的 安装好然后配置完你的账号节点 然后打开设置为系统代理 现在你的Mac就可以顺利的科学上网了 在顶目菜单来点选小猫咪 分别勾选增强模式和允许举网连接 这样我们在Mac上的设置就搞定了 然后我们打开系统代理设置 网络 点选你的Mac正在连接的WiFi或者是一台网连接 点下面的高级 然后只需要记录两个东西 一个是点TCP IP下面的IPv4地址 一个是点DNS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 我们可以直接用手机拍张照保存 一会在IPv3上设置的时候会用到 如果你的Mac是MacOS 13的系统 打开系统设置点网络 点击你的Mac正在连接的WiFi或者是一台网连接 然后点这个网络后面的详细信息按钮 就可以看到IP地址和DNS服务器地址 最后一步就是在IPv3上设置 也很简单 打开IPv3上的设置 找到网络点开 看到IPv连接的一台网或者是WiFi网络 点开 现在应该能够看到 Page IP和Page DNS默认都是自动 点开Page IP改成手动 然后会让你修改IP地址 这个不用修改 我们直接点到最后面 点完成 下一步会直接按照修改子网研码 这个也不需要修改 直接点完成 再下一步是修改录细器 这里修改成我们刚才在Mac网络设置里 看到的IP地址 我这里可能跟你也看到的不一样 你就按照你自己看到的去修改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点完成 最后一个是修改DNS地址 修改成我们在Mac上看到的那个DNS服务器的地址 然后点完成 然后IPv3会自动断网重连 这样IPv3上的设置也就完成了 很简单对不对 我们现在试一下 回到IPv3的主界面 打开一个软件 比如说油管 可以正常打开 这种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 只需要你在Mac和App TV上刷加设置就可以了 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了电脑代理上网的方案 那么这种方法几乎可以说零成本 不过这种方式也有不足的地方 比如一旦你的这台作为代理的Mac睡眠或者关机 那么这个代理也就断掉了 所以在用这种方式观看App TV的时候 就需要让Mac保持不自动进入睡眠或者关机 我家里现在的方式通过群晖NAS虚拟机 安装OpenWRT做旁路由的方式来实现的 我最近也会再做一些视频跟大家分享 对了想了解更多IPv3的详细介绍 可以观看我之前的这个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黄阳 下期见 拜拜